2021年2月9日,大脚星人理事会,心想事成,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 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穿越时空的旅行者 与其他在我们一起表演的宇宙之舞中扮演自己角色的旅行者没有什么不同 我们确实有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们一直都在和你们分享 但是我们知道的足够多了,以至于不会太执着于那些观点 我们知道的足够多,以至于我们一刻都不会紧紧抓住任何进入我们意识的信念 我们喜欢开玩笑,不会太严肃 如果我们有笑的能力,我们会一直笑,但即使没有身体 我们仍然能感觉到笑对于你们所有人的感觉 我们享受轻松的生活,这是我们旅程的一部分 我们邀请你们也这样做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对很多事情都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 当你们发现有人相信与你们所相信的不同的东西时 那就是你们固执己见,开始大喊大叫的时候 那不是生活的方式 你们可以放弃那些固执己见的信仰 去追求快乐,去追求爱,去追求欢笑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从经常使用我不知道这个短语中获益 当你们真的认为你们知道的一些事情是真的 当别人跟你们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你们被冒犯了 那真的是一个灾难的处方 如果你们处于一种高震动中是依赖于每个人都同意你们的某些事情 那么你们正在为自己的失败和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旅程做准备 成长和进化的一部分是放手 当你们放手的时候,你们就放弃了爱 你们让爱进入,你们让爱支配你们的言语、思想和行动 你们让爱成为你们的优先事项 你们的政策和你们的首要信念 相信爱就像相信你们自己 这比你们现在对地球上任何热点话题的立场都重要得多 我们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轻松愉快 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太重 我们鼓励你们一直自嘲 我们向你们保证 如果你们能学会做到这一点 你们会成辈的成长 如果你们能放手 放手去爱 那么你们就能毫不费力地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你们自己 因为你们在地球上依附的任何东西都只会牵制你们 所以请放手让让它去吧 超越你们在世界上存在的观点 信念和信仰的分歧 这是不值得的 你们不必为了正确或赢得争论而牺牲你们的幸福 做我们在这里建议的一个很好的副产品是 如果你们能停止战斗足够长的时间 你们脸上会挂住微笑 意识到你们正在银河系的一次美丽的旅行中 并且你们正在成为你们的高我 无论你们相信什么 你们都将更快地拥有全面和开放的接触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